好,那我们正式来画一个水平跟垂直的线段 而且我们这个线段要给它一个正确我们要的长度 好,按一按键键 来,大家看一下 好,比如说举例 举例,我们比如说要画一条水平线段 然后这个线段的长度呢 要水平线零度 而且画出来我们要标一个尺寸 我们假设给它设计一个比如说47.5好了 我们先练习一下 这个要怎么处理 你要把这条线画出来要下什么指令 我们必须下这个指令叫线的命令 OK,在这边下指令 然后去把线画出来 那线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尺寸标注呢 我们必须下这个线性标注命令 然后去完成这个尺寸标注 OK,好,那我们先来试试看 那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画线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哪些事项 OK,好,首先呢 我们要给它正确的47.5,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按线的指令 下指令 按左键 那大家看一下指令行的叙述 OK,所以按一下滑鼠左键 按它 那你看它说什么 它是说line 下线的命令,对不对 然后说指令第一点 OK,好,空间上指令一点 来,空间上指令一点 OK,然后往右 往右干嘛 可不可以打47.5,不行 你要先给它极座标追踪 因为我们要零度 我们要给它水平零度 所以往右拉伸 看到吗 是不是有出现一个极座标 然后冒号 它写169点多 然后小于零度,对不对 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个零度 OK,好 另外问题是说 这个极座标跟这些叙述的字 我觉得太小了 我要把它变大一点怎么办 我希望这个字呢 跟叙述能够大一点 那怎么办 那我们必须对极座标做设定 它的显示设定 OK,好 所以我这个线先不要画 先按野袭键 按野袭键 OK,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对着它 这有一个极座标 按滑鼠右键 右键 右键是选弹的意思 大家不要按错 因为左键是把开关关掉 我们按滑鼠右键 OK 那么你按滑鼠右键 之后按右键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追踪设定 看到吗 有一个追踪设定 对不对 你给它执行 OK,我们给它执行 好 那执行我们要选谁 我们要选这个 我们选这个动态输入好了 因为动态输入可以控制那个面板 OK 所以它虽然是极座标最中 你把它勾到动态输入这里来 你给它按这个动态输入命令 然后动态输入的面板标签底下 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智图工具的提示设定 显示设定看到吗 智图工具的提示的显示设定 OK 好,你给它执行 好 那么给它执行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大小 那现在大小是在三分之一 那我们先练习 先把它拉到最大 OK 那大家如果在工作上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所以我先给它拉到最大 透明度先不要理它 我们先把它拉到最大 像这样 OK 那下面透明度先不要管 先把它拉到最大 好 所以现在大小拉到最大 你会发现 这些是不是整个模型空间的预设的值都变大了 OK 好 就按一下确定这样就可以了 好 比如说按确定 然后确定 这样看懂吗 OK 好 来按一下线的指令 再后一次按线的指令 来 它说line指令低一点对不对 OK 空间上指令一点 好 那向右拉伸 然后给它极座标追踪 看到吗 极座标的姿势比较明显了 OK 好 那你看 极座标在拉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长度一直在变 对不对 看到吗 零度还是固定的 OK 这个角度稍微跟他讲一下 来看一下角度 我们在做这个 AutoCAD的制图的时候 它的预设值 预设值坐标系统 比如说以它为那个出发点 往右呢 就是零度 OK 也就是说往右是正了一个方向 对不对 那就零度 OK 好 然后逆时钟方向算角度 所以往上是什么 往上就是变成90度 OK 然后在逆时钟方向加角度 OK 那个90度是正Y OK 然后再往右往右拉伸 对不对 这就变成180度了 180度 那180度就是负X方向 OK 反正右正左负 上正下负 OK 所以 再给它加90度 这边就270度 那270度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负Y的方向 OK 因为Y往上正的 往下是负的 OK 再给它加90度 所以就变成360度 那360度跟零度是重合的 所以正X方向 这样OK吗 所以它不会显示360度 就零度 90度 180 跟270 OK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看 你看往这里拉伸 你看到吗 是不是出现零度 对吧 OK 然后你如果往上拉 因为我们增量只是90度 所以它90度才会追踪 你看往上 是不是极座标 然后90度 看到吗 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你再拉过来 你看 拉过来 那极座标 有没有看到极座标180度 这样就对了 OK 然后再往下 追踪 看到吗 这地方是不是270度 这样应该没问题 OK 好 那往右拉伸 对不对 那你说 那极座标 这是什么字 这叫大约的长度 所以整个极座标面板的显示方式 大家看这里 它一定会显示极座标三个字 OK 那因为这个 那方便我写极就好了 OK 极座标 看打XX OK 好 极座标 好 极座标后面接什么 接这个 这个大略的长度 大约的长度 那这大约的长度 它不会输入进去 必须用键盘去给它输入 我们正确的 这是让你参考而已 然后小于 是它的那个输入方式 然后这地方零度 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个角度 要零 这样OK吧 因为我们从左画到右 OK 好 那大约的长度值 让你参考而已 那你说 可是我要47.5 那用键盘去打 OK 也就是说 我现在我再一次 夜期间再一次 按这个线的指令 线的指令 然后你看它说什么 它说Line 它说指令低一点 指令低一点 对 OK 好 那么空间上指令一点 所以空间上指令 按滑鼠左键 OK 然后往右拉伸 这给它挤坐标追踪 看到吗 那你看我在拉的时候 是不是200多 那这样拉到这里 是不是变300多 对不对 那挤坐标309多 这只是参考而已 OK 好 那你往右拉伸 不管拉多长 主要是要零度 那可是我要47.5 这时候键盘 左手键盘去打47.5 就打47.5 它会自己感应 OK 你要把中文切换成音速 不然它变注音了 好 47.5 按空白键 你看它输入进去 看到吗 OK 它是滑鼠把它拉开来 它线还没断掉 对不对 因为我只要画这条线就好了 所以我按椰键 那就把它结束指令了 OK 好 这时候要注意 我们要把 因为这个空间的问题 它其实线是47.5 OK 可是我不要拉那么远 你要拉近怎么办 因为Auto Key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3D空间 只不过我们现在用来画2D图而已 OK 那你怎么去拉远近呢 那用滑鼠 大家看下滑鼠 OK 来滑鼠滚轮看一下 滑鼠滚轮有几个功能 如果说你滑鼠滚轮按着不放 按住 按住那怎么样 它会出现一只手 那什么 空间的平移 OK 空间的平移 好 那就说你如果滑鼠如果上下滚动呢 上下滚动呢 就变成空间的缩放了 就是拉远拉近的意思 空间 拉远拉近的意思 就是你滑鼠这样滚动的时候 对吧 它都拉远拉近就缩放了 OK 好 这样一个情形 OK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你把滑鼠靠近它对不对 OK 你往前滚 往上滚 你看空间就放大 那你往下滚 是不是就缩小 事实上它是47.5 好 我现在对它往上滚 这样都对了 OK 你滚轮按着不放 就说你往上滚 滚轮按住不放 是不是出现一只手 就可以做空间平移 有没有看到 平移 大家可以练习看看 那我们就大概拉这个适当位置 按左键 好 这样就可以 把它放开了 把滚轮放开就可以了 OK 好 那现在我要标注呢 那标注下什么指令 当你把它线化完之后 标注请你按这一个 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有下选单 注意哦 不要直接按它 你必须按这个小箭头 按它下选单 那我们去执行 第一个线性标注 什么叫线性标注 去标注两点的水平 跟垂直位置 OK 然后再给它执行 好 那这个指令是这样用的 我们必须先锁这里 1 端点 锁到正方形的端点 1 然后再过来锁到这个 另外一侧的端点 2 末端一点的端点 接下来指定到适当位置 3 那你就把这个标出来了 所以你看滑鼠抗认它 有没有 它会有一个符号 这样端点 但是你不能放在这里 你必须把它锁进去 到这里才对哦 这样不对哦 一定要锁进去哦 按滑鼠左键 OK 然后往右拉伸拉出来 拉出来先不要按哦 一直一路到这里 有没有 那锁进去 有看到吗 按滑鼠左键 OK 好 那再往上推到适当位置 按左键哦 适当位置按左键哦 按左键 有没有就标出来了 有没有47.5 OK 好 那滚往后 往下滚了没有 就可以缩小画面 往上滚就放大嘛 你看 那滚乱只不放是平移 你看到吗 所以它这个线到底有没有画错呢 必须用标注来判断 而不是线的这个短跟长 因为它往往下拉 它拉圆嘛 然后拉近 它的线其实都一样长的啦 那我们把它标出来才对哦 OK 好 那我们再练习一下 比如说 现在我要画一条线 再看一下 我要画一条这个垂直线 OK 然后从这里 往下画 OK 然后你看到270度哦 你往这个方向去画对不对 而且我要标多少 比如说我们把它画一条长度是42好了 42 那同样的道理 你要画线的话 必须用这个线的命令 OK 那你要标注尺寸的 必须用这个尺寸标注命令 来执行 这样都可以了 OK 那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按线的指定 那我们从上往下画好了 空间上指定一点 按滑鼠左键 OK 然后往下极座标追踪 看到吗 像极座标 好 那顺便一提哦 如果说你这个线下指定之后 它会画过头 那指定在执行中可以执行滚轮哦 OK 所以你看我往下画对画多少 42 OK 按左键 不是 按这个空白键 你看是不是画下去了 结果你发现它超过萤幕对不对 没关系 指定执行中可以执行滚轮哦 所以你滚轮 往下滚 你看 就缩小画面 滚轮按着不放 给它拖到适当位置 你看了 所以你在执行中可以执行滚轮啊 滚轮按着放就滑鼠中间了 那前后移动你看前后滚动是不是就变这样了 OK 好 那你达到适当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一一席键结束命令 在我们标注怎么办 按这里 然后选择线性标注 OK 按左键 那你可以这样标 你可以滑鼠左键锁它 一 然后二 再指定适当位置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来靠近它 滑鼠左键端点哦 按左键一次 然后再锁到下面去 这也没有靠端点 左键第二次 好 这时候滑鼠不要按了 滑鼠拉出来 适当位置按左键 好 这样就对了 所以一 二 三 这样看懂吗 OK 好 大家先试一下 你先完成这个线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滚轮那怎么办是平移 那滚轮往上滚是放大 往下滚是缩小 OK 打这大家适应一下 这个滑鼠中间 我这讲的是这个滑鼠滚轮的部分 OK 好 这个这样的情形 大家先试上看来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感谢观看